诗篇二十三篇五节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沿袭 你用油告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诗篇二十三篇 真是一首精简美丽的诗篇 内文中洋溢着无限的平安和满足 这平安不但出现于太平盛世 在乱世以及险境中也是这样 由于诗人他经历过自己像羊 而耶和华为牧者的甜蜜关系 就如神他供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不仅是足够而且是丰盛的 于是诗人他深深地体会到 神的信实和恩慈是直到永远的 从诗篇二十三篇能够看到 我们也可以福杯满意 活出一个祝福满意的人生 神是我们福气的源头 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便是福气 诗篇二十三篇一节 开首诗人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福气不只是物质的丰富 事业的成就 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才是极大的福气 蒙福的人生不是静态的人生 不是只停留在青草地上 或可安歇的水边 而是在人生的当中经历神 有神的同在 虽然生命中有危险 有幽谷却不致害怕 诗节诗人说 我虽然行过死硬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都安慰我 肝和脏 代表着神的提醒和管教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在二十三篇五节里 诗人说 既有敌人就有征战 而基督徒的人生 也会遇上敌人 基督徒有三大敌人 是每天都要对付的 就是魔鬼 世界和老我 而最难对付的 就是老我 老我不时 我们就永无宁日 但是神用高游告我们 高游代表圣灵 唯有倚靠圣灵的能力 不是倚靠自己 征战就得胜 只要我们倚靠神 神就使我的福悲满意 再没有敌人 在我们面前 只有神 祂的恩赐 随着我们 这诗人 祂深深体会到的 因为神祂的应许 常与我们同在 愿我们都渴慕 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在每天忙碌烦乱的日子里 愿我们都能够倚靠主 过着一个得胜 而且有丰盛恩典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